剪刀 石頭 布 農業時代 孩子們在地上花跳格子 時常能晚上一整天 我都沒有玩過跳格子很有趣 一回就要兩年 最沒三年 一出貨的時候 每個小隔壁就在那裡玩 兒時 記憶重現 好久不見了 好像是老朋友一樣 走進南屯老街 看見回憶中的干嘛店 年輕人不知道 台中南屯舊地名叫做雷桃店 梨就是雷山的工夫 用牛拖著走梨 這個地區很多打鐵鋪 都在做那個東西 所以它慢慢形成一個名稱 叫做梨桃店 我們南屯它是一個農業區 然後希望把它在地下 睡覺的那個穿三甲把它吵起來耕作 然後讓那個五穀豐收 它是很有意義的 懷舊五穀琳琅滿目 是志工費心找尋 半年老桌 菜廚 蒸籠 展場許多穀物 來自86歲何德青阿伯手中 我出去就說傳下去 不然如果要傳下去 我傳下去我就會害怕 全部把它拍下來 然後給師姐確認 這個都是他們需要的 他們正在找的東西 這東西要查 志神何德青家中 彷彿穿越時空 我們是真正有的 三合院 古厝舊文物 一代傳一代 精神跟主題展契合 懷舊展場是志工青全力打造 駕高梯 七舌嘴的王建忠 爬上爬下 沒停歇 事情做好比較重要 我自己要小心 周明忠61歲 放下工作 甘之如遺 我們的山上比較重要 出現的地方 肯定沒問題 結合在地特色 寶特瓶做成的胡心亭 也是重點展示 年輕人他會在那裡划船 那也詩情畫意 胡心亭 船有情 菩薩所言 嚴苦眾生 他是一個大愛 這個有情人 有情的 這個是傳慈濟情的意思 不同以往 充滿在地人文風情 值得細細品味 那個常陵人的 本來是 還有詞 除了 零 寶貞 寶貞 曲 其貞 作詞 P